原定4月1号起征收的甜饮税将在4天之后正式落实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今天就重申 政府只会向每100毫升的特定含糖饮料征税 市面上少糖或无糖饮料将不受影响 贸消部之后将会严厉执法 避免商家谋取暴力 甜饮税将在7月1号开跑 贸消部在展研的三个月期间已经做好功课 比对市面上的含糖饮料价格 避免税务机制启动后 由商家趁机谋取暴力 接下来贸消部将展开取缔行动 一旦发现有人违法将严惩不待 如果有一些厂房或商家趁机 就是那些low sugar的饮料也占价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违反了这个反暴力法 那么至于那些汽水是如果含糖量是超过100ml 5L的含糖量的话 那么他们的占价的幅度也要看它占价的幅度多少 除了监督市面上的饮料价格 贸消部也会配合卫生部举办活动 向国人解说有关甜饮税机制和对商品的冲击 张建仁预计甜饮税落实后 将为国家带来大约4亿令吉的税收 霸都空间张雨轩 任嘉龙报道 Os补送节在罄 不合了 Ot 환 Burns 我们应用试霸 dark 一ؤ 一撒 一撒 3